如果您丈夫出轨的话 您会像书中的妻子那样 将她杀掉吗 我没那么仁慈 老公累了吧 还行 这么想 刚洗了澡 今天医院啊 手术一台接着一台 我就想着 直接在医院洗了个澡 辛苦了 是医院的沐浴露 我老婆什么时候 变成狗鼻子了 怎么了 你肩膀上有道抓痕 这可能是我外面 哪个小情人留下的 哎呦 这可能是我外面 哪个小情人留下的 这可怎么办 那你干脆把人带到家里来啊 我还能帮你把把关 嗯 我看行 你看你还生气了 谁让我们秦大作家天天忙着创作 都忘了有我这个老公 等我忙完这本新书 一定好好陪你 嗯 嗯 好 谁让你说老婆的 我不宠你 宠这样 好了 老婆你好好睡觉 我还得去看一下病例 今天晚上 怕是又睡不成了 我 呦 沈太太又来给沈医生送我暖了 你们昨天跟着我老公加班辛苦了 给你们送了点吃的 我哪让沈医生辛苦了 叔叔一台接一台 外科使一道 可不是白吹的 什么 又给我戴高帽 好吧 我刚跟编辑开完会 顺路 来问问下家属 呦 还得是我老婆 贴心 走 去我办公室 不去了 我得回去赶稿呢 知道你忙 注意消息 知道了 去我办公室 不去了 我得回去赶稿呢 知道你忙 注意消息 知道了 等等 医院画了新的沐浴露 嗯 医生们说 之前那个香味太重 去哪里画像这张 这么香 手术一台接着你 她只在医院行不走 太骗了 面对老公出轨 与其发泄情绪 不如解决问题 徐律师 我老公出轨了 我现在该怎么做 首先 你要不动声色地 收集到她出轨之中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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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会像书中的妻子那样 将她杀掉吗 记住 一定要排到你老公的地下 这心理的症内照 证据越多 对你越有了 这不是我老公 我绝对不可能分线 就是她 哎 老公 老公 我临时加了台手术 今晚回不去了 好啊 那你记得吃饭哦 好 抓到了 她发现了 那你 是不是可以摊牌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啊 都听你的 我只要你 跟丢了 好 好 Sty desirable respond 老婆 我刚下手术有点饿 你能给我送点宵夜来吗 好啊 我一会儿就到 好 那我在医院等你 开车不是男的 我的丈夫出轨了 但我就抓不到他任何证据 你在外面有女人了 我在你口袋里发现了口缝 儿子 我的口红落你车里了 你记得帮我收起来 咱妈昨天来看我了 走的是我口红落车里了 没想到差点你养成家庭惨了 确实是妈长庸的嗓号 对不起啊 老公 没事 我知道你想那么多都是因为爱我 在乎我 我怎么会怪你呢 他绝对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除非 他是在故意试探我 说我太敏感了 可能是最近太忙了吧 再会一身一回 我老婆 你相信我 男人总是自信地以为 自己可以主导一切 你好 有人举报这里嫖娼 你好 有人举报这里嫖娼 请出示一下证件 警察同志 朋友来家里做客 不犯法吗 可能是举报信息有误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放心 对门没人住 那监控啊就是个摆设 这平白无故的 怎么会有人举报 再说 你怎么知道那就是个摆设 总不会是他找到这里了吧 而且这公寓本来就隔音不好 你又总是晚上来凌晨走 很难不引起别人注意啊 小心点总是好 这个视频说明不了什么 你老公非常谨慎 你必须拿到能证明他出轨的照片视频 或是聊天记录 你必须拿到能证明他出轨的照片视频 或是聊天记录 他手机里什么都没有了 谁找我 齐老师 明天是新一届新人作家抽选会 你有空来担任评委吗 是他 齐老师 这么巧啊 你也来了 既然抓不到你出轨的证据 那我就创造进去 当妻子和情人同时出现 男人 该如何受伤 齐老师 您的新书快结版了吧 非常荣幸 您有空能出席 来 二位 跟我来 老婆 母亲 没给你拿点试的 嗯 有时候 男人太聪明 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各位 咱们的合照影留个念吧 哎 您走开 别挡镜头 没关系 让他留下吧 哎 您走开 别挡镜头 没关系 让他留下吧 齐老师 这不太合适吗 新人的主场吗 来吧 我们开拍 秦老师 真没想到您还记得我呢 当然 印象深刻 秦老师今天 真是艳压群芳 出尽风头呢 我只是穿对了衣服 站对了位置 男人总是对平衡两个女人 有着女生最来的人气 快躲开 但实际 老公 你帮他处理一下伤口吧 你是医生啊 哦 那先送他去休息室吧 那麻烦了 那 那我快回来了 男人互相诱惑的本能 是无法战胜的 你去救你老婆呀 让我死了好了 可是你死了 我怎么办 记住 一定要拍到你老公和第三者 亲密的正面 亲眼看到老公和别的女人亲了 我觉得 这才是幸运 外面的女人敢上门挑衅 一个巴掌不够 那就两个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离婚 只要他愿意签字 我随时可以让出位置 好啊 那我现在就打给他 你信不信 如果让他知道你来找我 他一定会立刻甩了你 有了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你今晚陪我 好吗 不是说好了 我今晚陪他 每晚再陪你 你别以为你在他心里很重要 他早就不爱你了 哦 你如果真有底气 那今天来找我的应该是他 而不是你 年轻人要学会沉得住气 见不得光就应该好好待着 因为一旦越界 就会被无情地扔出去 亲亲 你 你 老公 你要把小山安全送到家哦 哦 好 那就麻烦沈先生啊 秦老师 有机会再见 一定 你们两个在一起多久了 你想什么呢 我们就是见过几次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他上次来医院看病 确实向我表达过好感 但我当时就拒绝了 你拒绝了 他今天为什么会上门来找我 你这么说不冤枉人吗 老婆 我发誓 我发誓 我这辈子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绝不会再有其他 老婆 你现在怎么宁可相信外人 也不相信我呢 我当然相信你了 我当然相信你了 老公你回来了 这是新人作家 邓山 哦 见过之前 也是你在外面的小三 他来跟我请教点问题 谢谢秦老师今天的指导 那我就先走了 哎 既然我老公回来了 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小山 好啊 秦老师 那我就再跟你学一下 怎么抓住男人的 我 我帮你 怎么能把客人晾在这呢 你留下 陪小山 你怎么来了 还不是想来见你吗 放心 我们什么都没说 下次不许胡闹 吃完饭就回去 你脸怎么了 太热了 聊好了就准备吃饭吧 哎 来了 男人背叛婚姻的那一刻 夺回资产 是你们要做我的意见 金女士 您的资产都有沈医生打理 今天怎么亲自过来了 我老公最近忙着竞选副院长 接下来我自己接手 是有什么问题吗 所有的小说版权收入 早已转到您账户名下 当时还有您的代理人 委托证明 你们不知道吗 我就是对他太信任 才会让他肆无极干 把我当成傻子 你在找什么 老公 我之前出版的那本书 合同出了点问题 但是我找不到了 怎么了 不就在这里吗 幸好有你 不然我可就损失惨重了 你安心创作就好 这些事情交给我 嗯 那我去赶稿了 嗯 老公 我想 你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啊 做点生意 啊 什么 我下本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女商人 我想 做点生意 找找灵感 你觉得呢 做生意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就算是我搞不定 不是还有你吗 我只是觉得 你不太适合 当然如果你非要做呢 我也会支持 这样吧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来帮你 好吧 听你的 喂 李经理 昨天我爱人去你那儿 好像包落在你们银行了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去拿一下 险险险 您记错了吧 听你这昨天没来过 我今天 没来过 我懂 我懂 离婚之前 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妻子去找别的男人 说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一个朋友 朋友 我给你打了二十几通电话 为什么不接 手机没电了 自动关机 你不但喝酒了 还跟他一直喝到现在 你经常也不归宿 我也从来没问过你睡在了谁的床上 你凭什么信不过我 来 来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 你跟踪我 你没做亏心事 你怕什么跟踪 说 你们背着我干了什么 说了你也不信 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晚安 话还没说完呢 你心虚了是不是秦夕 你给我站住 谁说原配和情人不能和平共处 在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敌人 你又想做什么 找你 谈个合作 我出门了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 怀疑一旦产生 罪名就已经成立 等会儿 这是什么 怎么会有房卡 这房卡不是我的 回来再给你解释 你解释什么情形 你哪都变下去 有什么好说的 冷静了我们再聊 神正给你疯了 老公出轨后 我找小三 塑尔比交易 所以你是让我帮你算计沈正南 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背叛你的只有钱 你这么聪明 应该知道怎么做 好 那事成之后 我要他的那份财产 沈黄 沈大医生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跟他离婚 我从没想过要离婚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说你只爱我吗 我是很爱你 但是我更爱我老婆 咱们到此结束吧 沈正南 你疯了吧 你竟然要跟我分手 跟你在一起是我一时冲动 但我没办法失去我老婆 沈云 结束 你别走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别的我什么都不要 别离开我好不好 你还年轻啊 还有很多的选择 沈正南 沈正南 你疯了 你是秦星的丈夫吧 我是秦星的合伙人 你好 没想到李董上次那个项目 你有那么出奇不遇的想法 才叫我们顺利拿下项目 恭喜 老婆 你真想做生意 你跟我说嘛 你看 还让我们之间产生这么大误会 那把我放在你那里的版权收入 还给我吧 这样我们就没有误会了 钱都放在理财了 现在拿不出来啊 那我们把房子递了吧 老公 你不是说一定会支持我的吗 是吗 这样 看你还能继续装 你要是赶走 我就死给你看 你听到了 不是我不帮你 但你老公呢 滴水不漏 已经跟我分手了 老婆 我问你怎么了 没事 应该是鱼心味太重了 我扶你去休息 来 快坐下 老婆 老婆 你这个月 怀孕 怎么可能啊 她都能来找我 去搜紧你出 出轨的证据 你确定 这不是她的计划吗 不确定 明天 带她去我医院搜个警察 还做不了价 那 万一她真的怀孕了呢 你就要抛下我了吗 不会 但孩子出生以后 不牵制住她 等我身领当上副院长 咱们也就不必再顾及她 那 那你可要谨慎些 可别被她的假怀孕给骗了 恭喜二位 宝宝已经三周了 而且看起来很健康 我真的怀孕了 老婆 接下来你就安心养胎 什么都不用想 面对说谎的男人 那就用谎言 沈医生您放心 沈她的检查 我全真跟着的 没有问题 辛苦你了 爹爹 我来帮你啊 不用 以后你啊 就是这家里的女王 这家里的所有家务 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好好待着啊 从这个男人背叛我的那一刻起 奪回资产 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 呃因为房子呢 属于二位的共同财产 还需要二位分别在上面都进来的 这么多 那您先看 我去给二位倒点水 请个电话 请个电话 结果 请个电话 从里面来 导致 请个电话 让他打赶紧 起来 你只能不打赶索 你只能打赶索 抵辣 这只能打赶索 你只能打赶索 哪里 打赶索 是 沈醫生對不起 是我的舒服您太太太 我好怨 等你你別急我馬路到 你突然有提示 你去忙吧 下一個就是我 你找我好自己 谁是秦昕 我 男人的承诺 就有爱你什么 秦昕 虽然美好的事物都值得等待 但爱你一辈子这件事 还是让我迫不及待 站好啊 失败的婚姻就像一件破 勉强修补 还不如推倒中 你居然真的被他骗了 他 闭嘴 还不是因为你啊 心慈手软才助长了他的嚣张 不过呢 我倒是有个办法 可以让他一无所有 身败 我来 平坤最好的仪式感 是粉机后 喂 哎李主任 啊李主任 不过是他在外面的女人 东西到手了 我们家里见 好 我回去 医院还有急事 工作要紧 去忙吧 好 那你先慢慢试 早点回家 有事和你说 好 不出意外 丈夫会在四十分钟后 抵达女人的家里 她们回的是我家 这个女人居然敢来我家 琴琴 你等着身败明练 是 真是头上瘾了 如果您这样不错的话 不会像苏东的七姐 会能伤害吗 六 这可能是我外面 你们小情人留下的 绝不能放过摧毁我的婚姻 还忘不毁掉我事业的人 行老师 有机会再见 等着瞧吧 你在跟我求婚的地方设计害我 那我就 怎么带我来这儿了 我今天是特意给你庆祝 你新书完稿 你也终于用时间来陪我这个被你冷落的丈夫了 哎呀 我不是怀孕了吗 怎么能喝酒呢 您带在找人替她做的产检 她必须能抹运 是你们几个坏人把亲自我这气氛拿回去了 懂之吧 不碍事 干杯 干杯 真抱歉 你被耍了 你好像在故意灌醉我 你想做什么坏事 我能做什么坏事啊 来 这还有一点 让这喝了啊 清新 你等着身败名列吧 我来陪你啊 美女 我来陪你啊 清新 你出轨的证据 这并有吗 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来 看看这是什么 看看这是什么 就这 我跟男人走了 满意吗 清新 我买个单的功夫你就跟别的男人走了 你背叛我 背叛婚姻的不是你吗 你有证据吗 美女 我来陪你啊 如果不想被告民间 你最好能拿出让我满意的东西 我能这么远不然要害你 你既然敢害了我 那就别怪我用最狠的方式 来蒸发你 来 我们感情是出了问题的 那是因为 她背叛婚姻 报复的自家时机 就是对手 以为自己得到一切的手 邓老师请问您对您的新书 我 哎 邓老师 邓山先生的女人手 已经远超您的上部作品 请问您怎么看 我的新书抄有我的上一部 不是很正常吗 你的意思是 他敲了你 我的新书完全由我个人所写 邓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 但我不知道这次 他为什么要陷害我 刚刚离开的那个女生 也是你们合作的作者吗 他呀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心人 说是有本佳作 要让我们出版 现在的年轻人了 狂得很 确实不错 和我的新书一模一样 没事 正常发布 邓山没有抄袭 邓山没有抄袭 我是秦星的丈夫 我可以证明 秦星所有的作品 都是找他人代表 这次 也是他抄袭邓山 请问您为什么出来 选择自己的妻子 您二位是感情破裂了吗 我们的感情是出了问题 那是因为 他背叛婚姻 你认真的吗 不然 明晚把人带去 这些钱都是 如果不想被告迷签 你最好能拿出 让我满意的东西 我能说门离老公要害你吗 到底是谁背叛了婚姻啊 所以你二人出的被抓 偷偷新书 请问 这不是你职业有影响 请二人给打 你好 你二人涉嫌剃窃他人作品 请配合我们调查 等等 等等 谢谢你 早该给你的 请跟我们走一趟 晴晴 你赢了 只要你愿意撤销起诉 我愿意惊人出户 自愿放弃全部财产的离婚协议 你不是老是家吗 是 是 是 对啊 你们抄袭侵犯的不仅是我 还有国家的公权力 我撤锁 没用 你之前 问我对当下的生活吗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对自己啊 非常满意 秦老师 您觉得婚姻 给您带来了什么呀 婚姻 婚姻从来都不是谁的避风稿 也不是什么坟墓 最重要的是 在过程中永远保持清醒 爱自己